中國同尼加拉瓜政府代表團 10號上午共同簽署 關於恢復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2021年12月10號 中國和尼加拉瓜副交 我媽媽跟著我分享 然後我弟弟跟著我分享 對 我很棒的驚喜 整個國家都是震動的 瘋狂害羞我們倆 搞得我好像是尼加拉瓜人一樣 兩國副交將為彼此帶來什麼 推進全面的交流 有很多商業機會 我希望是可以飛到尼加拉瓜 《鳳凰衛視》正在播出 《從中國到尼加拉瓜》 歡迎收看《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2021年12月9號下午 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政府發表聲明 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尼加拉瓜政府即日起與台灣斷交 第二天 中國和尼加拉瓜恢復外交關係 中國和尼加拉瓜相距遙遠 對於兩國大部分國民而言 對方國家也許還比較陌生 但也有一些人對於兩國的生活 已經有了深切體驗 本期節目我們就跟隨三個普通的家庭 瞭解一下他們在中國和尼加拉瓜之間的生活經歷 你好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在尼加拉瓜做的事 我們在尼加拉瓜 我們在尼加拉瓜 請進來 Eloisa 天津一所國際學校的老師 2009年和家人一起來中國 居住在天津濱海新區的一棟公寓樓裡 她一直以為自己是生活在中國 唯一的尼加拉瓜人 在中國生活了近十年 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自己國家的人在這裡 Eloisa不得不把自己對祖國的歸屬感 放大到整個拉丁美洲 中國和尼加拉瓜的交流原本並不罕見 1985年兩國就首次建立了外交關係 當時的總統正是現任總統奧爾特加 但是由於國際國內政治紛爭 1990年奧爾特加黯然離任 當年 尼加拉瓜新政府宣布和台灣所謂復交 中國政府宣布終止與尼外交關係 時隔31年 中國和尼加拉瓜複交 這對Eloisa來說是個喜訓 這是中華的西方 西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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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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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來年來年12月22日 如果我們已經有一個大陸地 我可以在中國的西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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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丈夫告訴她要來中國工作時 Eloisa才發現 她對這個遙遠的國度的了解 僅限於當地新聞的報導 De 我認為中國是中華 政治3十大道市 性顯示 除了過去 地 labour 成功 我們聽到有些事情發生 通常是有些慘的事 像一個大爆發或什麼樣的事 Eloisa的丈夫是美國人 她因此順利獲得中國簽證 在此之前 她的生活範圍僅限於中美洲和美國 缺乙少藥 食品匱乏 是她對定居中國最大的顧慮 尼加拉瓜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 聽說要定居新聞裡那個缺乙少藥 食品匱乏的中國 Eloisa想到未來生活必定艱辛 一路顧慮重重 直到菲林北京上空 她才驚訝地發現 這個國家和她在新聞裡看到的 可能不太一樣 我來到了這個相同 我來到了這個相同 它是非常發展的 它是一個巨大的城市 我真的很興奮告訴我媽媽 我們找到了一個房間 房間是非常普遍的 房間是非常亮的 它有很好的桌子 很漂亮的桌子 很漂亮的座椅 很漂亮的座椅 我認為在紐卡拉威 大概是三個早上 2019年3月 北京的一對年輕夫婦 旅客和星客 順利入境尼加拉瓜 他們的第一站 正是Aloisa的故鄉 來昂 可激動啊 進尼加拉瓜 我覺得是一種儀式感的事情 因為這個尼加拉瓜 在旅遊圈裡面 一直都叫中美洲蘭露虎 它在18年之前 基本上是 你都進不了這個國家 很多人就直接從 宏都拉斯或者薩爾瓦諾 就飛到哥斯達利加 再走巴拿馬 這樣的把尼加拉瓜照過去 然後18年以後呢 它就政策就鬆了 我覺得是一個 里程碑式的旅行 這對夫婦去過世界 許多國家 對於他們的旅行經歷來說 沒有一個國家 像尼加拉瓜這樣特殊 全世界的書 但是 對 就基本上 那裡頭還有一層 這個Lonely Planet 它沒有出版過 中美洲的 因為中美洲大多數國家 都是近兩年前掉的 所以你們去之前 沒有什麼 這種詳細的旅行指南 對 沒有 基本上像去這種地兒 就沒有什麼參考的東西 就忙去 尼加拉瓜國土 像個三角形 東陵加勒比海 西濱太平洋 東西最窄處 僅200公里 總面積是13.04平方公里 相當於中國的安徽省 人口不到700萬 只有安徽的九分之一 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 這個國家 每年都舉辦各種 充滿拉美風情的盛大傳統活動 人民熱情好客 活躍的地質結構 為這個國家 帶來豐富的旅遊資源 火火山如同地獄之門 尼加拉瓜湖是世界上唯一繁殖生息海水域的淡水湖 200多年歷史的萊昂大教堂 完美融合了拉美地區的文化 宗教和藝術 一國風情讓這對北京夫婦流連忘返 叫奧梅特佩 它是一個世外桃園般的地方嘛 也確實那個遠離那個大城市的喧囂 都是比較一些原始的村落啊 然後百游馬路也很少 然後一個村門口有一個小賣部 能買到可口可樂 島上隨處可以打芒果 摘芒桃 砍椰子 他們原本計劃在尼加拉瓜停留三天 然而這裡與北京巨大的反差 讓他們決定在這個島上多住幾天 都表達了好奇 對外界的一個 就是外來的一個物種的好奇 它會圍著你看啊 尤其是年歲小一點的圍著你看 它雖然不會表達 但是它知道它渴望去跟你交流溝通 然而新冠疫情的擴散速度 超出預料 航班被取消 周邊國家封閉 歸期遙遙 在這個貧富懸殊的國家 找到一個價格適中的酒店 非常困難 此時的異國風情 已經完全變作了生活的阻壁 在這邊租了房子 暫時先租一個月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去 這個是這邊的富人區 你不可能說去租它那個鐵皮屋子去住 第一是安全性 然後那你有沒有一個中黨的選擇 所以我們就只能住這種 相對於高昂一點的公寓 尼加拉瓜雖然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但好的醫療條件 只有私立醫院可以提供 費用卻驚人地高昂 旅客夫婦只好盡力避免和人群接觸 靠徒步尋找價格適中的住處 一個月以後的一天 中國符號突然出現在他們的視野裡 用旅客的話說是找到靠山了 就是吃喝不愁了 華人老闆對我們也很照顧 我在那還吃到了烙餅捲豬頭肉 我卷直覺得是太美好了 旅客和新客 總算找到了尼加拉瓜的華人圈子 實際上早在19世紀末期 就有中國人從美國和墨西哥等國 移民到尼加拉瓜 但是1930年 《尼加拉瓜頒布移民法》 禁止華人移民進入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相關條款才被廢除 到1970年代 尼加拉瓜華人達到4000人 然而大地震和政局動盪 導致大量華人外流 如今這個國家裡 中國人總共只有800人左右 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 大約四五百人 陳偉是尼加拉瓜一家 大型服裝工廠的老闆 2021年聖誕前夕 是他一年裡最忙的日子 非常好日子 伙伴們 今天是很特別的日子 Said, Cookie 等很感動在一起 給我們一起 同一年 都共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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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保錶 受了 政策 都共受了 都共受了 虛擬 一年 今天 我們在那裡 我們贈り 陈伟为大家准备的圣诞礼物 是全员加薪 一场圣诞派对 以及可乐和烧鸡 陈伟是江西人 2001年去洪都拉斯闯荡 进入一家台湾人 开的服装工厂打工 2005年 由于洪都拉斯政局动荡 他被老板派往尼加拉瓜 开设新的工厂 于是留在了马纳瓜 这是一个比洪多拉斯更穷的国家 对它来说却有独特的吸引力 尼加拉瓜人口比较年轻 平均工资也比较低 比如说我们服装厂的话 他们的平均工资 最低工资是7400多 就相当于200美金左右 它的薪水在整个中美洲的话 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有工资的优势 尼加拉瓜政府 它对外来投资还是非常欢迎的 比如说公司注册手续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程序 处于一个未开发的国家 有很多投资的机会 陈维果断地留在了尼加拉瓜 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当他的台湾老板 要卖掉公司的时候 他甚至买下了39%的股份 成为这个公司第二大股东 你要说尼加拉瓜 跟中国生活最大的区别的话 我觉得 它的贫富悬殊太大了 非常大 有钱的比如说 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砖机 那穷的比如说 他们只能住在那个马路边上 塑料薄末大的那个房子里面 大部分的就是华人 在尼加拉瓜的生活 都很不错 在陈伟开创事业的时候 2014年 Eloisa却居家从中国回到尼加拉瓜 然而重新适应尼加拉瓜 对这一家人来说困难重重 《尼加拉瓜》 这是全家唯一的来自尼加拉瓜的纪念品 Sofia专程带来 也许对这个在中国长大的孩子 回国更像一次旅行 2014年 Eloisa一家回尼加拉瓜 她回忆说是因为空气污染 他们希望孩子能生活在蓝天白云下 然而对小女儿Sofia来说 适应尼加拉瓜非常困难 人们在这里看起来 妈妈 她说 它是很灰烈 它是很灰烈 因为我妈妈有一个大厨 有一个树 孩子在外面玩 她就会说 我会很灰烈 或者说这个很灰烈 所以她真的不常用 因为她只用家庭 2018年 尼加拉瓜政局开始动荡不安 反政府示威活动持续数月 Eloisa一家重新开始寻找 在中国工作的机会 我跟我的女儿在国际上没有安全 我父亲一直追求新闻 我们可以学习 空气污染 有一个增加 我们在当时真的想到 有很多想到中国 陈伟也在乱世中面临着难题 一方面是他个人 要不要在这个他奋斗 打拼了十几年的国家继续坚持 另一方面是工厂 近千名员工的生存问题 如果那个时候工人没有办法上班 他们就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了 他们是基本上是完全是零积蓄的 那样的话 那个社会 治安肯定会更差 我们那个时候一直都坚信 尼加拉瓜人民 尼加拉瓜政府可能有那个智慧 不会让它发展的不可收拾吧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说 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曾伟果断售出了手中服装厂的股份 等待新的投资机会 2019年国庆前夕 他收到了中国驻 哥斯达里加大使馆的邀请函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庆典 坐上观礼台 我们就在想 哎呀 那个时候都没有复交 是不是我们根本都没有机会呀 但是祖国那个时候还是会想 还是想到了我们 那个时候觉得非常的是好 真的非常的激动 反正走过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现场的气势 我用语言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祖国的强大 让陈伟对于在尼加拉瓜的发展 更有信心 一年以前他售出的服装厂 因为疫情袭击加上经营问题 生意萧条 只剩下几个员工 对于陈伟来说 这是新的机会 在拿到老朋友的订单之后 他迅速低价全资买回工厂 招兵买马 扩大生产 到2020年10月 他的工厂已经有40条生产线 近800名工人 这一年年底 他再次扩张 和美国客户合开工厂 占股40% 员工超过1500人 陈伟在尼加拉瓜追逐梦想的时候 Eloisa一家再次回到中国 去10座红利达100米 有边学校国际学校 Eloisa的工作 是天津一座国际学校的 小学二年级老师 因为防疫管理 我们只有在假期 才能进入她工作的地方 Eloisa在尼加拉瓜 完成了英语教育学位 在美国完成了 教育学硕士学位 她每天会在这里 上四到五节课 这间教室 充满了她和中国孩子的情谊 我说了一天 所以我说 对不起 今天我疯了 我会想到你 但是我必须在家里 所以我带来 他们他们在买 他们很害羞 他们想要告诉我 然後給我示範 然後後來他們說 我們有一個訊息給你 Eloisa 我們有一個早上的訊息 所以他們就示範了我這件事 我們也很愛他們 Eloisa的中國之門真正打開 正是通過這些孩子們 我聽了李白 我聽了他的名字 因為當我學了小孩子的詩詞 在第二層學校 我聽了有人說 哦 哦 像這樣 是的 Ama me en chino En el sonoro chino de l'e Taipei Yo igualare a los sabios poetas que interpretan el destino Eloisa喜歡讀詩 世界著名詩人魯文·達里奧 正是她的老鄉 也是她最愛的詩人之一 來了中國她才知道 這個十九世紀末的詩人 就曾歌詠過中國詩仙裡白 表達了對中國的愛和憧憬 中國和尼加拉瓜 兩個國家直線距離 一萬四千五百公里 在異國他鄉追逐人生幸福的人們 最難忘的大概就是故鄉的味道 Caio Pinto Caio Pinto Caio Pinto Okay so now I have the beef rice 熱情好客的Eloisa 一定要我們體驗她家鄉的美食 一種他們日常吃的米飯 在她看來 這就是尼加拉瓜味道 Because they're so tasty And I actually I need to whenever I get some red beans I need to make them for you to try 為了製作更有家鄉味道的米飯 Eloisa對中國市場售賣的大米和紅豆 都做了非常仔細的研究 We try to get the rice that is more similar to Nicaragua The big one This can look good Even though it's not so long But this is not good for Gallo Pinto 萬里之外 尼加拉瓜 想念故鄉味道的陳偉 乾脆開了一家中餐館 地點選在了馬納瓜最繁華的商業街 還特地從中國請了廚師 雖然整個尼加拉瓜華人不足千人 他的餐廳生意卻很好 有一個餐館 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東西 太開心了一件事情 我最想吃到還是家鄉的燙粉 開店了以後不久 尤其是星期天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位子可以坐了 就需要排隊了 它是分別的 印度的肉 在嘗試了無數種市場能買到的原料之後 Alois總結出一種印度的大米 加上美國的黑豆做出來的紅豆飯 更接近於故鄉的味道 所以這點是 不需要多攪拌薯草 因為它們也能撕開 很軟 這道普通的尼加拉瓜飯 讓它感到故鄉並不遙遠 好的 在經歷了七次續簽以後 2020年10月24號 滯留尼加拉瓜近八個月的 旅客和星客夫婦 終於從美國轉機回到祖國 中國同尼加拉瓜政府代表團 10號上午在天津舉行會談 共同簽署 關於恢復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哇 那天說的消息以後 我們華人包括尼加拉瓜 所有的整個國家都是震動的 真的是震撼的 真的就很開心 風煌愛到我們倆 說建交了 你們那個地兒終於知道是什麼 建交那天早上就有很多人告訴我 搞得我好像是尼加拉瓜人一樣 我的媽媽告訴我 然後我的嫉嫌 。那我的嫦子共同時 我告訴你 是的,我是非常非常美的 驚訝 有一個力量的力量 和煙和煙 發展了經濟 發展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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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時,中國的普通國是一種力量的力量 是一種力量的力量 那裡可以有一個滿盤的交流 的交流,在社交流中, 在社交流中, 如果我們可以有更多的 Nicaraguans 來看中國, 那當然會很美, 因為中國,我認為, 我的國家不懂 真正的中國, 如何是它 對於在尼加拉瓜奮鬥了 十多年的陳偉來說 2022年的新年格外不同 那個時候我已經準備好 我跟這些夥伴們都說好了 我們華人夥伴 國歌奏響的時候我們一起唱了 結果國歌奏響的那一刻 我張開嗓子的時候才發現 嗓子是啞掉的 發不出聲音的 太激動了 只有我們在國外的人 我們才有這種親身的體會 2022年除夕 中國駐尼加拉瓜大使館 和當地政府 組織了中尼棒球友誼賽 陳偉不僅作為觀眾參加 還為比賽製作了球衣 迎新年慶奧運 中尼棒球友誼賽 非常的隆重 現場有幾千個人參加了 虎年的衣服後面是 就是應著那個為北京奧運加油的誌 然後大家一起為那個 半球比賽 吶喊助威加油 也為那個北京的奧運會加油 兩國建交 陳偉和Aloesa 都對未來有更多的憧憬和期待 兩個國家之間也有了更多可能 2022年2月8號 尼加拉瓜政府宣布派出第一批 30名留學生到中國各個領域深造 這些學生已經抵達上海 尼加拉瓜副總統第一夫人 羅薩里奧穆里略說 這批留學生象徵著他們正在走上的 那些未來之路 那些繁榮團結之路 陳偉已經收到了 來自中國企業的合作請求 Aloesa則期待她下一次換護照 可以去尼加拉瓜駐華大使館 她的親人們或許很快 就可以來天津 看望她 而旅客和辛克夫婦 則打算再去一次 他們的第二故鄉尼加拉瓜 這次可以在中國就拿到簽證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 接吵顛聚焦